大家好 想要南花能够分化花芽开花 那么跟炉头了关系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只有炉头粗壮 然后呢 蓬大 那么这个炉头呢 它积蓄的养分多了 植株了才有可能会分化花芽开花 那么我们如何壮大这个南花的炉头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啊 给它适当的光照 光效呢 可以适当的增强一点 光照适当的增强呢 可以有利于你的这个南花的炉头的变粗变大 那么炉头变粗变大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把你的盆土适当的放干一点 然后盆土偏干养护 这样呢 有利于它分化花芽 那么很快你的南花呢 就会长花芽开花 那么第二个促进炉头的办法呢 就是给它追尸零甲肥 零甲肥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零刷新甲的话 我们将它稀释之后 喷叶也有利于 你这个炉头的变粗变大 而且呢 喷失零甲肥 还有利于植株的花芽分化 那么我们用上这两招 让你的南花的炉头出大之后呢 而有利于它的花芽分化 那么很快你的南花就能够分化花芽 长出花苞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八九月份 大家学会这两招的话 你的南花基本上都是可以开花的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